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赫西亚书的第一章 赫西亚书的第一章总共有11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主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赫西亚 神命他娶 狄拉因的女儿戈灭为妻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本章的第一节 赫西亚先知工作的时间 第二段是二节到九节 神命先知取戈灭为妻 神向先知讲明 戈灭所生的三个儿女 背后的属灵异议 第三段是十节十一节 神赐给子民的幕后的盼望 我们为今天的经文所选的要节 是十节十一节 经文这样说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沙 不可量不可数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必一同聚集 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从这地上去 因为耶稣的日子 必为大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昨天 简要讲了和西阿书的概论的内容 从今天开始 我们来读和西阿书 每一章的经文的部分 和西阿书虽然有十四章 但每一章的经文 都不是那么的长 像是今天的经文 才只有十一节 等读到第五章 才只有五节 因此 除了经文当中 个别难以解明的地方 每一章的经文读起来 都会比之前 所读的大先知的书卷内容 要容易得多 愿主继续帮助我们 开启我们的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章的第一段 也就是一章一节 这里交代了 主耶和华神的话 临到贝利的儿子 和西阿的时间 经文讲 是当乌西亚 约坦 亚哈斯 西西加做犹大王 约阿斯的儿子 耶罗伯安 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经文竟然把时间 交代的比较长 乃是一个漫长的时期 就意味着一章一节 并不是在讲 先知工作的开始 而是在强调 经文中所讲的 四位南国犹大王 在南方做王的时候 以及北国以色列的 耶罗伯安二世 做王的时候 主耶和华神的话 一直领导 先知和西阿 所以一章一节 是在讲 先知在一个比较长的 历史时期工作 我们知道 北国的王 耶罗伯安二世 总工作王 有41年 因此一般来讲 先知工作的时间 差不多也有这么长 而阿摩斯先知 也是在北国的王 耶罗伯安二世 执政的时候 为神工作 所以阿摩斯先知 和和西阿先知 工作的时间 就有重叠 从顺序上讲 应该是阿摩斯在前 和西阿先知 紧随其后 经文没有交代 有关和西阿先知的 其他别的方面的 个人的背景资料 只是提到他的父亲 叫做贝利 正如我们在之前讲过 北国的王 耶罗伯安二世 在执政的41年中 在军事和经济方面 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指挥军队 为北国夺取了辽阔的疆土 其国土宽广的程度 只有在大卫做王的时候 才能够相比 所以可见 耶罗伯安二世 执政的能力的确不简单 但尽管这个王 有着军事或经济方面的 伟大成就 他也一样不例外的 被神和圣经的作者看为是 与北国的第一个王 耶罗伯安一世 那样陷以色列百姓 在罪中的 因为他在当政的时候 国家贫富悬殊 社会极不公义 百姓敬拜偶像 和外邦的假神 人和人之间 完全没有慈悲怜悯 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 乃是一个极端病态的社会 而这病态的根源 就是他们不认识 耶和华真神 从君王到官员 再到黎民百姓 只是一味的 与外邦的神亲近 因此在神和先知看来 全体的北方以色列会众 都正在犯一个重大的罪行 也就是与外邦的神 和偶像行奸淫的罪 因此从第二节开始 当主耶和华的话 初次临到先知和西阿 经文就透露出 先知蒙昭为神工作的目的所在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第二段 二节到九节 这是本章中最长的段落 讲到了先知蒙神呼召 他所得的呼召是 神命令他 娶狄拉因的女儿戈灭为妻 然后以他与戈灭之间的家庭生活 来象征表明并比喻 以色列的神与自己百姓的关系 从这一做法上来看 先知和西阿蒙神呼召被神使用 与以西节书 尤其是他的二十四章很相像 因为在以西节书第二十四章 先知以西节的妻子 就被象征并比喻为神的犹大子民 甚至是耶路撒冷 而在本卷书中 先知要娶的迪拉因的女儿戈灭 连同后来所生的三个儿女 都被比喻为神的子民 以色列 而先知自己则是充当着神的角度和角色 用以来说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 本段的第二节通常是引发争议最多的 经文说耶和华初次与和西阿说话 对他说 你去娶淫妇为妻 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透过这节经文 我们能明白神叫先知和西阿结婚的目的 在神的话中 先知要娶的那女子 其情形已经被确定 神告诉他去娶淫妇为妻 这样的说法 如果真是出现在耶和华神的话 最初临到先知 那便意味着先知在没有娶戈灭之前 戈灭已经是个品行不端的女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方面的问题 因此历来就着这一讲法 有着不同的解释 有人解释说 这里所说的去娶淫妇为妻 神是在预言 戈灭未来会成为淫妇 但也有人说 就在神要先知去娶她的时候 戈灭已经是一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女子 我们在概论中提到过 有人猜 她可能是敬拜异教神的神庙中的妙计 而经文说的 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按照第二段整段的经文 戈灭生了三个儿女 乃是两男一女 她生产的经验都是发生在与先知和西阿结婚以后 因此这一句的表达显然是指神要先知在未来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按照经文的叙述 显然六节到九节 戈灭后来所生的女儿罗鲁哈玛 以及最小的儿子罗阿米 不像是从先知所生 而是从淫乱所生 神为什么命令先知取戈灭为妻 神很明显的将先知拖入一个十分尴尬 难堪满带着羞辱的家庭角色 其目的就是要用先知的家庭生活来表示 在神的眼前 北国以色列的全地都在大行淫乱 离弃耶和华 所以先知家庭的生活是个充满羞耻和不堪的缩影 而整个大的局面便是北国以色列全国在神的面前所展现出来的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到微观的角度 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就只有一个事实 那便是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我们刚才讲关于第二节 圣经的学者和专家们有很多的探讨 另外也补充一个说法给大家 有人主张当神告诉先知 你去取淫妇为妻 希伯来文的专家专门就淫妇这一词 也指出他可能是在形容 当时迪拉因的女儿戈灭 还是一个敬拜一帮的神和偶像的女子 在实际的身体经验方面 还没有和别人行不当的肉体的关系 但是由于他拜偶像 而在圣经中有一种观念 拜偶像就是一种行奸淫的行为 这是发生在人的灵性经验中 而人拜偶像就更容易堕入实际的肉体的反奸淫罪的行为中 戈灭正是如此 他由于一直都在拜偶像 后来就堕入由于拜偶像所导致的 与别的男人之间的不道德的肉体关系中 第三节经文就讲到和虾先知的顺服 他从自己还没有结婚 就知道神将要用他的家庭生活来写明怎样的信息 于是我们看见和虾去娶了迪赖因的女儿戈灭 经文接着叙述 他们二人就有了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经文说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很显然的戈灭给先知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这儿子明显的是出于先知 而此时他们的家庭生活还算平静 那接着四节五节 神便透过先知和戈灭生儿子 即为儿子起名 显明来自于神的教训 四节五节说 耶和华对和虾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利 第一个儿子的名字乃是神所起 这个名字也曾用于地名 这一地点是在北国 只要一提人人都知道 大家可以参考列王纪像十章一节到十四节 按照圣经的地名词典解释 耶斯利这一名字背后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思是神驱除 第二个意思是神播种 那为什么神要给先知和虾和他妻子戈灭 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为耶斯利呢 第四节后面的话就有解释 因为在过片时 我必讨耶和家在耶斯利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第五节又进一步的说明 到那日 我必在耶斯利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功 从四节的后一半 到第五节就这时间有两个表达 一是再过片时 二是到那日 这是显示神透过先知所生的儿子 由他得来了耶斯利这一名字 便要在比较近的时间内成就第一件事 也就是经文所说 再过片时 我必讨耶和家在耶斯利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而在稍远一点的时间 就是到那日 我必在耶斯利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功 简单来说 这就是神要借着耶斯利这一名字 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神要在以色列历史上显出 他要将以色列政权驱除 而首先要被驱除的 便是北国以色列的耶护家的政权 按照我们读《列王记》下经文的记载 耶护原本是北国的亚哈王朝中的大将军 神是他德国 耶护在推翻亚哈王朝的时候 血腥屠杀亚哈王的儿子 约兰耶西别及王室中的所有成员 其中也包括很多的大臣和官员 他还杀了当时南国犹大的君王亚哈谢 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九章十四节到三十七节 而耶斯利就正是在当时发生大屠杀的确切地点 本来耶护为了耶和华神的缘故 大力清剿迦南宗教的巴黎崇拜 他将巴黎的神庙改为厕所 还杀了巴黎的祭司们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 但他有两个方面不讨神的喜悦 一没有根除从耶路伯安一世 在北国以色列所建立的 在旦和伯特利的 敬拜金妞毒的圣所 所以北国的君王无一例外 都在耶路伯安一世的罪上有份 耶护王朝当中的每个王同样是如此 这就是除恶物禁的道理 耶护又除掉迦南宗教的恶 但却没有除禁 因为拜金妞毒的圣所 在旦和伯特利都被保存下来 这恶一旦被保留 后来就慢慢的滋长 所以在耶护王朝时期的 北国以色列百姓 虽然不是明明的在拜巴黎 但是巴黎却被化了妆 以别的形象和姿态 成为北国以色列人敬拜的对象 神不喜欢耶护王朝的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耶护的滥杀无辜 像是耶洗别是该被除灭的 可是国中的很多大臣和官员 包括南国的王都不应该成为耶护屠杀的对象 在神有着公义的尺度 人若照着神公义的法则而行 人便蒙福 耶护表面上为神大发热心 但当他杀了不该杀的人 神最终便要向他讨杀人流血的罪 由于耶护王朝后来也充满了罪孽 因此神说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第五节提到到那日神所要做的 便是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功 按照耶护王朝后来的结局 到了耶路伯安二世死了以后 耶护王朝的政权就传到了最后一个王亚撒利亚 要知道耶护王朝存在的时间很长 总共长达99年 但是后来耶护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亚撒利亚 被自己的大臣沙龙所杀 而第五节所说的 北国以色列的功被折断 是专指在主前722年 北国以色列的政权被亚述帝国的军队彻底倾覆 北国灭亡人民遭到辱掠 大家可以参考《猎王纪》下17章5节和6节 主前722年 以色列的政权不复存在 功表示军事方面的力量 功被折断 就表示以色列国的军民 以没有能力在抵御外邦政权的攻击 接下来6节和7节 8节和9节又分别讲到 戈灭在生了耶色列以后 又生了一女一儿 但是从6节到9节 所记载的戈灭另外所生的女儿和儿子 看上去 先知何西阿明显不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 6节和8节 经文分别讲了后面的一个女儿和儿子的出生 而7节和9节便是神明确的教训 第6节说 戈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罗路哈玛的意思是不蒙怜悯 因为我必不再联悯以色列家 绝不赦免他们 按照一般的解释 戈灭所生的女儿 其父亲明显不是先知何西阿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 孩子的名字同样是来自于神 但这名字充满了负面的意思 其意义为不蒙怜悯 当然不管这孩子是否出于先知不适 孩子自己本身是无辜的 但神所带出的教训便是 此时的以色列百姓应该就与先知的妻子戈灭一样 已经堕入更深的罪孽之中 所以戈灭女儿的出生 同时也昭示着先知与他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的紧张 有圣经学者向我们提出建议 戈灭就应该是在这段时期走向了彻底的堕落 他女儿的出生就是证明 当然这也同时在说明 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遭到了更大的破坏 当在第六节的后半节 神说我必不再联名以色列家 绝不赦免他们 第七节神却借着先知讲道 我却要怜悯犹大家 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 不使他们靠弓 刀 征战 马匹 与马兵得救 按照这一节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 神依然恩宠犹大家 因为在犹大的历史上 他们总共有十九个王 其中有八个王是敬畏耶和华神的 而在这八个王当中 又有两个王是最讨神的喜悦的 他们分别是西西加王和约西亚王 而和西亚先知在工作的末期 则正是神所喜悦的西西加王在南国执政 而我们要知道 北国的历史上也有十九个王 可却没有一个被神看为纯正 第七节明显的是神借先知所发出的预言 预言的内容是讲到南国的犹大 会蒙神的恩倦和保护 那神具体怎样怜悯犹大家 使他们可以靠着神来得救呢 又是怎样具体体现在 不使他们靠攻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呢 大家就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6章和37章 因为在那里讲到 那曾经将北国毁掉的亚书帝国 前来攻打西西加治理之下的犹大国 但神却让神自己在南国犹大的子民 得蒙保守 亚书王西拿基利的军队在一夜之间 就被神的使者杀戮了18万5千人 西拿基利满带着羞辱 将自己剩下的军兵撤回亚书去 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是发生在主前的701年 大家也可以参考猎王纪下19章34节35节 那接着8节9节 讲了戈灭的第三个孩子的出生 经文说 戈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 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第9节就讲到 这孩子的名字又是神起的 经文说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括号中的小字 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 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我们刚才讲到 第6节的经文 记载戈灭生了一个女儿 神告诉先知 要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意思是不蒙怜民 这就在告诉我们 作为先知妻子的戈灭 已经在道德生活上堕落 并于外人生了不属于先知的女孩子 到了第8节 经文又在显示 先知的妻子的戈灭 在道德和灵性方面的堕落 更为深重 她应该是又于外人 生了不属于先知的儿子 所以透过神 给这孩子起名字 就表示 正如这孩子 并非先知 与戈灭所生一样 神看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也同样不属于他自己 当时神的子民 生活方面 所有的表现 都明显带着 外邦的 异教的神明 和偶像的影响 所以耶和华神 借着给戈灭所生的 第二个儿子起名的举动 断然的告诉先知 和百姓说 这百姓不是我的子民 神声称 对这子民不负有责任 神明确的说 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 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我们回过头来 看先知的妻子 所生的三个孩子 透过神 给他们起名字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神对北国以色列家 所发出的谴责 是越来越严厉 从第一个孩子 名字叫耶稣列 表示神 要将以色列家 予以驱除 到第二个孩子 被起名叫罗路哈马 神借此表明 他不再怜悯 和赦免 以色列家的罪 再到第三个孩子 神明确的表明 这不是我的子民 因为他们 并不把我 当作他们的神 由此可见 神谴责的严厉 也就意味着 神的子民 也就越来越脱离他 大能的手的保护 那百姓的光景 就越加的惨淡 神决定不再保守他们 不再对他们负有责任 但与此同时 神却表示 要去怜悯南国犹大 使他们靠着耶和华 他们的神可以得救 而且当他们得胜仇敌的时候 神要全然的为他们征战 使他们既不靠攻 也不靠刀 不必与仇敌征战 也不必使用马匹和马兵 在这里 神讲话 那是用对比的方式 透过强调 他要怜悯南国犹大 帮助他自己的子民 来对比 他不再怜悯 北国以色列人 不再赦免他们的罪 来强调 这两个国 幕后的 不同的光景 和结局 所以大家学习 用四节 五节 六节 九节 来与第七节 做对比 因为四节 五节 六节 九节 都是在预言 神怎样待北国 以色列民 而第七节 就是在预言 他怎样恩待 南国犹大的 属自己的子民 那这里一比较 两个国家 被神对待的 最基本的方面 也就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是谁蒙福 得眷顾呢 是谁不被怜悯 不被赦免 从蒙恩的地位上 被驱除呢 又被交在仇敌的手中 被打败 清赋呢 所有这一切 都清清楚楚 所以在第二段的经文中 先知 和西亚的妻子戈灭 所生的三个孩子的名字 就根本反映了 以色列的神 对于自己百姓的态度 尤其是后两个孩子 他们在神看来 就是这个背叛的民族 与外邦的偶像 假神 行淫 所生下的 以色列的这些后代 不属于 耶和华神 他们乃是 外邦的假神 偶像 或神明的子女 那接下来 是本章的第三段 很简单 只有两节 乃是十节 十一节 神透过先知 预言了另外一个 以色列的日子 这乃是一个播种的日子 一个胜利 和收获的日子 大家把这后两节 与第五节做对比 第十节 十一节的经文说 然而 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从前 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其实第十节 就可以对应 第九节 因为神 刚刚说完 以色列民 不做神的子民 神也不做 以色列的神 每当圣经中 神解先知的口 宣告说 神必做 自己子民的神 而以色列人 必做神的子民的时候 就表明 神与自己的百姓之间 从前 因百姓犯罪 而被毁掉的约 得以更新 和重建 神又恢复了 与自己百姓的关系 而且这一关系的恢复 极为奇妙 因为按照 第八节和第九节 这群 原本不被神 承认的儿女 其实 是以色列 与假神 所生的后代 因此神 完全有理由 一直都不认他们 但是神 要向自己的子民 发怜悯 神赐福于 自己子民的标志 便是 让他们的后裔 在被刺猬产业的地上 可以生养众多 如同海边的沙一样 无法数算 大家可以看 《创世纪》 22章17节 神另外一个恩典的作为 便是 就像他吩咐 叫先知 去收纳 割灭 由淫乱所生的儿女那样 神也会收纳 不是他 和以色列 所生的儿女 这就是神 恩典的作为 大家参考前面的 第二节 神的子民被收纳 伟大的以色列的神 甚至称他们为 你们 是永生 神的儿子 我们若是了解 北国以色列人的历史 就知道 当主前八世纪 亚述帝国 灭掉以色列以后 以色列有十个支派的人 丢失 被亚述的军队 掳到外国 他们被强迫 于所寄居的地方的人 通婚 后来 那被掳的十个支派 就在外邦人当中 消失了踪影 而那留在 以色列本地的 以色列人 亚述人又强迫他们 与迁进来的 外族人通婚 这些浑血的后代 后来被叫做是 撒玛利亚人 如果我们读到 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第四章 就可以知道 在神的心意中 神看撒玛利亚人 也是他的子民 所以撒玛利亚人 也有恩典和机会 可以认识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当读到 约翰福音第四章 那一章讲到 耶稣和叙加成的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们就得以知道 他真是 本章第十节的 预言的应验 那些原本 被正统的犹太人看为 是不洁净的 与神的恩典 以及承传的美伏 无份的撒玛利亚人 真正成了 永生神的儿女 这的确是神 恩典作为的奇妙 十一节继续讲下去 先知预言说 犹太人和以色列人 必一同聚集 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这显然是关乎 弥赛亚的预言 而且这位首领 会带着南方的百姓 和北方的百姓 从这地 经文的小字是说 从贝鲁之地上来 因为 耶稣列的日子 必为大日 如果看到第五节 我们就知道 在先前 已经有了一个 耶稣列的大日 因为神 会在耶稣列的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宫 叫以色列的军事 和政权 在外邦的侵略军面前 灭亡 使他们不再靠着 自己的弓 刀 征战 马匹 与马兵得救 这就正符合了 耶稣列这一名字 其中的一个含义 神在那里 驱除他们 拿走他们 一切所仰仗的 因为从前 他们只仰仗己力 和外邦的神明 不去仰仗主耶和华神 但是到了末后的日子 神会使自己的儿子 弥赛亚 成为南国和北国 那些多如海沙的 敬迁渔民的首领 他们还是要到 耶稣列去 神会让从前 这块满有屈辱的地 成为他们生命和信仰 真正的播种之地 神要在这里 播种慈爱 播种生命 播种盼望 播种收获 播种得胜 所以当我们 读到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 短短的 只有十一节的经文 但却向我们交代了 非常丰富的信息 神借着先知 家庭中的生活经历 来说明自己 与那背叛的 北国以色列民 之间的关系 先知和自己的 妻子哥密 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就好像在之前 那被神管教的 以色列民 他们与神之间 是有利约关系的 但他们后来 渐渐地 向着外邦的神 和偶像发热心 所以神就决定 要在以色列 把他们从 蒙福的地位上 驱除 神的意思 是希望 自己的子民 能悔改 就像南国 犹大民那样 去仰望神 从神得救 如果他们 真是如此的话 神就会 再怜悯他们 但是以色列人 在罪中 越加沉沦 因此神 就借着戈灭 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向北国 以色列民 写明 神的子民 因犯罪 投向外邦神的怀抱 所以神已经定义 不再怜悯他们 也绝不赦免他们 神又借着 戈灭 所生的第三个儿子 向北国 以色列民 清楚地 传达一个 严肃的信息 因着 以色列的百姓 不做神的子民 神也决定 不做他们的神 这样的信息 非常的严厉 但尽管 在宣讲 如此严厉信息的情况下 神依然透过先知 向那犯罪的子民 预告 那美好的 关乎未来的应许 有一个美好的 属于神的 因色列的日子 将会到来 而这日 将会成为 属于神的 和属于神子民的 荣耀的大日 关于后两节经文 大家可以去参考 像是创世纪 22章17节 还有罗马书 9章26节 另外还有 以赛亚书 11章 11到13节 有关南国和北国 剩下的渔民 未来得以合一 和复兴方面的经文 大家可以去参考 以赛亚书 11章13节 另外还有 彼得前书 二章10节 主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读到 和西亚书的第一章 主你借着 先知和西亚 家庭的生活 让我们看到了 你在当日 与你自己的子民 北国以色列 之间的关系 那原本属你的百姓 背离你的约 去和外邦的假神 偶像亲近 他们有着 如此的恶行 就如同 先知的妻子 戈灭 生了不属于 先知的 女儿和儿子一般 但是主 你向着如此背叛的百姓 依然有恩典 有怜悯 你透过自己的仆人 预告了将来 你要显荣耀的 耶色列的日子 那日是播种的日子 是盼望的日子 拯救的日子 更是满有收获的日子 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 也更愿你的子民 从你得着一切的福分 我们如此的仰望 这样的感谢 乃是奉考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